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玩者龙要诸葛亮的待遇可真好 它有两款传说皮肤 而且还是限定的 那么这两款传说限定皮肤对比的话 差距有多大呢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说说造型 武林仙君好歹是情人节限定皮肤 但只有孤单一人 非常不搭情人节的主题 出场动画也是后来优化才好看的 而死与天丝的出场动画造型 也算中规中矩吧 就是这个配色感觉不太好 武林仙君就像红花 死与天丝就像绿叶 怎么感觉死与天丝就是来当配角的呢 半身相对比的话各有特点 还真说不上谁好谁不好 游戏中两款皮肤的造型区别 最明显就是颜色上了 死与天丝绿的花光 但武林仙君并没有红的花亮 两款皮肤的待机动作 也是各有特点啊 就不做什么评论了 回程动作对比 死与天丝有下雨的效果 而武林仙君最好看的就是他的桃树了 走路动作两款皮肤也都一样 也就没什么好评论的了 普攻对比 武林仙君的子弹是桃花效果 而死与天丝则是绿色的水滴 也都是各有特点吧 一技能特效对比 武林仙君是丢出三朵桃花 而死与天丝则是三个绿色水滴 特效上也是各有特点 被动效果对比 伟格觉得还是死与天丝的被动效果 会更好看一点 武林仙君感觉没有那么灵动一些 二技能特效对比 武林仙君位移的过程有桃花的特效出现 而死与天丝则是有绿色水滴的特效出现 特效上还是觉得死与天丝稍微好看一点点 三技能特效对比 武林仙君蓄力和丢出的时候都是一朵桃花 而死与天丝蓄力的时候是一颗大水滴 射出去后会下一条水龙 这一点还是死与天丝会更好看一些 最后总结一下 两款皮肤级别和点圈价格是一样 整体上差距也不是很大 不过死与天丝毕竟是厚出的皮肤 在特效表现上明显会比武林仙君好一点 所以两款皮肤只能选一款的话 伟格则会选择死与天丝这款皮肤 那么小伙伴你们觉得这两款皮肤 哪款更让你们喜欢呢 听我的 今日出行 今日出行